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現在全球的肺炎疫情大流行 其實美股在川普上任以來的漲幅 也一次都吐了回來 現在這個作為美股 最主要的上漲動能 也就是這些大型股 讓川普很得意的這個Mega股 就是說讓美國再次偉大股 現在其實也無法倖免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們第一季的表現 其實美股的第一季 是大跌了大概23% 超過了兩成 也就是說我們跌到了熊市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Mega股 也就是說這個Amazon 其實他就是其中一個A 然後這是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我們看到他的表現 其實Amazon是漲了5.5% 但是Google卻是下滑了13% 那另外兩個的表現又是如何 另外一個A的是蘋果 他也是下滑了大概13%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們提到的M股 也就是微軟 其實微軟是上漲了0.01% 所以我們看起來 就是包含了微軟和這個Amazon 都是表現起來是相對比較強勢的 這個其實也主要是受到這個什麼 他們跟這個可能雲端 或者是網購這些影響 所以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世聰哥 因為其實這一場股災 有人倒下來 卻有人硬挺逆勢家 就是我們剛剛在預告的時候 提到的就是Amazon 其實Amazon在這一段時間 他不但是逆勢加薪 還增加了好多員工 成為這個對抗疫情之下的避風港 Amazon在這場戰役中 他到底做了什麼 為什麼這麼厲害 對 事實上在每一次的 這個空投市場中間 還是會有股票會逆勢突圍而出 像在台灣的話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像雲端相關 很多PCP相關 甚至還創了短波段的相關 好 那當然對美股來說 尤其是美股的大型股 裡面最受人要矚目的 當然就是亞馬遜 剛才翔俊已經講到 事實上以今年的亞馬遜來說 表現真的非常好 前一陣子如果你去說 美國的前幾他市值公司來說 亞馬遜大概都是排第四 或是排第五 但是在這一次的大洗牌之後 現在第一還是微軟 它是大概1.4兆左右 第二是蘋果 再來緊接著就是亞馬遜 而且他已經也準備了 如果在股價往上漲的話 他也可能會破灶 所以在這一波裡面 他其實是真的是 逆勢比較抗疊 逆勢比較抗疊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當然我們講 這一陣子的美國的民眾 大概有約莫 大概80%的美國民眾 都被關在家裡面 所以關在家裡面的時候 翔俊人大家會做什麼事 當然說網購對不對 網購之後 亞馬遜就是美國 最大的網購公司 所以你看他在這一波的公司裡面 你看他還徵聘了8萬的大軍 而且他還加班費 從1.5調到兩倍左右的狀況 時薪他也漲 從大概15塊美金調到17塊 甚至他還募資群眾 就說我們來捐款 然後來紓困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其實做了非常多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做了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 他還有一個進入所謂電玩的遊戲 他5月的時候要推出第一款 原創的遊戲 所以你看他除了在網購市場之外 他還介入所謂的電玩市場 甚至這個Prime Day Prime Day就是他所謂的 首席會員的一些購物 因為這次疫情的影響 就把他往後延 所以他這次的Prime Day 大概會虧損1億美金 但是他沒有關係 反正我已經因為最近的 這個線上的購物大好之後 他已經賺了非常多錢 而且包括說像 我們不要忘記 他也是美國一個 非常重要的雲端服務 我們在講說什麼 雲端的企業在家辦公 其實跟他都有一點點相關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他因為卡到一個比較好 而且跟現階段的疫情 都有相關的 讓他業績可以逆勢出位 所以股價表現 其實在所有的Mega股 裡面來說的話 算是表現比較好的一家公司 對 我們看到其實 因為這個疫情 全球加速數位化 剛剛士通哥有講到 其實這個Amazon 他投資了好幾億元 來開發這個電玩遊戲 而且第一款的遊戲 就要在五月推出 而且現在他是想要在 這個數位的娛樂市場 想要搶下這個一席之地 我們就回顧一下 其實Amazon他當初 這是其實他的佈局 是要賺這個年超過 一千六百億的 這個遊戲市場 而且不只如此 他還對於這個線上影音 串流的平台 也都早有琢磨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寬哥 其實這一次在整個貝佐斯 的一個格局當中 是讓巴菲特最想不到的 巴菲特他一輩子都沒有想到說 因為巴菲特他比較老派 他就認為說一般的人 不應該要做大幅的一個借款 然後來讓公司逛大 所以那時候亞馬遜 開始往上走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沿路一直罵亞馬遜 就說這公司太不實在了 明明就沒有賺多少錢 那股價又那麼高 他的借貸又那麼高 結果後來亞馬遜成為了 一代霸主之後 那個時候巴菲特就弄懂了 他後面巴菲特說過一句話 他就說 年輕人的一個世代 他真的不太懂 他從那時候開始 他開始買進 大量買進蘋果的一個個股 過去巴菲特是不買電子股 不買科技股的 我們來看貝佐斯 他的一個佈局 貝佐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 具有所謂的開創性創新的一個人 各位不要看他 他非常的有錢 他到現在才開一台 HOMDA的一個很破很破的一個轎車 他根本生活當中很多的事情 他不是很在意 但他在意的是什麼 他在意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觸角 可以增加他的一個影響力 所以他開始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從線上開始做 他線上開始做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就說 我要線上跟線下來做整合 所以一開始的當中的話 他是追著誰在打 他追著沃嬤在打 沃嬤本來是世界 整個美國的一個霸主 他只會想說 那亞馬遜你這家公司 怎麼有辦法跟我拚 可是當沃嬤一回頭一轉身的時候 發現不行了 為什麼 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種全世界最酷的一個科技 通通是亞馬遜做的 車子沒人開 直接送貨送到你家 誰做的 亞馬遜做的 無人機 你這網路下單 下單完之後 你發現 怎麼會有無人機送貨送到我家來 誰做的 亞馬遜做的 亞馬遜他做完之後 他很清楚的了解你生活當中 各種的需要是什麼 媽媽需要購物對不對 媽媽回到家他會做什麼 無聊的時候他需要追劇 亞馬遜是最早在美國區 除了Netflix之外 打進了所謂的一個線上下載的 而線上下載這一塊 未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為什麼 因為他是這個叫做 破壞型的一個創新 他直接把第四台這個結構 從中間打破 從中間打破的一個過程當中 目前我們就可以發現 除了什麼Netflix HBOAmazon之外 現在有兩家機器直追 哪兩家 包括了Apple 包括了迪士尼 那當然其實今年Apple TV 他本來要吹出超級大片的 可是超級大片 因為現在有疫情的一個關係 他也都停止了 那目前要怎麼去觀察 亞馬遜這個結構 Amazon我再跟各位談一次 Amazon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其實各個國家都有各個國家 各自不同的Amazon 最近我們台灣的一個 振興經濟方案的過程當中 特別把網路商店踢開 為什麼把它踢開 因為當各行各業都不好的 過程當中 網路商店 還有那些所謂的一個 宅食集配送到家的 其實他的生意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就現在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未來的人類的生活 就如同目前張忠摩董市長 所談論到的 這次疫情過去之後 會有很多新的經濟發生 會有很多的經濟 他就不見了 我們要迎向未來的一個 世代的過程當中 像亞馬遜這種所謂的一個 線上巨擘 他就會成為未來 最重要的一個投資標的 對 其實Amazon在5月份的時候 他就推出一個新的遊戲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明漢哥 是不是這個現在遊戲市場 也是一個大爆發的階段 這個直接給大家看到這個字卡 因為整體架構來講 應該是這幾年 整個遊戲市場每年 大概在9到10%成長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市場 而且比較重要的部分 應該是在這個手遊的部分 這個佔比大 而且是維持一個 大概有超過一成以上的成長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遊戲機 大家電視遊樂器的相關的 這些族群來講 也是佔比大 而且高度成長的一個部分 所以Amazon就是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希望能夠切入 而且最重要的部分來講 他是跟著另外兩個老大哥 等於說Google的 跟Microsoft的部分來講 本來就有這樣的遊戲平台 為什麼他們都喜歡切入這個 確實是一個高度成長 而且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他們有所謂的 所謂的雲端跟會員數 簡單來講跟大家提到 Sony其實前幾年 因為他遊戲很多 他也想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雲端Cloud的部分 不如這些廠商而呈現失敗 那這些來講 Amazon想既然我有這些所謂的雲端 而且我有這些會員數 而且每一家各有他的優勢 比如說Google他就有YouTube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點擊 就會連接到他的遊戲平台 那另外Microsoft 他原本就有Xbox 這個所謂的優勢在 另外Amazon的部分來講 他有一個Twitch 就是所謂的直播平台 主要都是遊戲的一個部分 所以相對來講 他已經本來就已經 所謂Ready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這次來講 不只要架好這個遊戲平台 甚至會有原生 自己做的這些遊戲會上線 所以後續來講 認為說之前是兩大哥 後續來講他也會跟上極其之追 對於整個市場上 會有持續瓜分的一個效應 對遊戲市場 可能要掀起另一波戰國 我們就接著來看 這個美股飆漲 其實也帶動今天台股 是挑戰萬點 這個外資轉買 而雙王也有法說會的這個題材 現在台股到底有什麼樣 險中求勝的投資法 馬上回來財經大百話 講師傅